应该说整个上场的比赛呢 双方打得还是非常的胶着 能够感到今天其实富丽在主场啊 还是可能面对孙丽哥 我觉得有点信心 因为考虑到此前两人球队 在这个球场交战的一个记录来看的话呢 富丽这边也是胜多输少 对 所以今天上来之后打得很主动 而且这支球队一直都是以这种 我们说以进攻为主啊 传控为主 打得也是非常的细腻为主啊 我们说可能想通过自己的传递 找到更多的机会 但的确今天江苏丽哥在客场的防守 上半场比赛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 对 今天应该说是也是做过了一个 特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部署 没错 所以说呢 在遏制这个广州复利这边的快 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呢 今天孙丽哥这边做的相当的到位 没错 舞台犯 沈英豪也是吹响了双方下半场比赛 开始的哨音 沈英豪也是平均为您带来的中途第五轮的比赛 复利主场迎战 随便一购的下半场比赛也是正式的打响 下半场比赛为您带来 整场平数的是张晨和鲁锦铭 双方也是一边在战 今天的客队随便一购 蓝色的比赛服 下半场比赛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 刚刚这次的回传啊 稍嫌有一些小紧张啊 对 应该是田一农给到顾超 还好顾超这脚球呢 应该说处理的是比较及时 复利这边还是白色的比赛服啊 下半场比赛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 横秒 今天相对来讲的话呢 整个上场比赛右边啊 复利这边打得好 左边张成龙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活跃 没错 来看看这波的进攻 特希拉 球还是被反抢了 无所 再做回给无所 这个球领得挺漂亮的 虽然是有犯规的动作 但还是起来了 卢林 转移到另外的一侧 张成龙 下半场比赛啊 就如刚才张成龙指导聊到 复利这边进攻需要提速 对 确实 球人中到进去 第一点还是被周云控制下来 第一个需要提速 可能第二个呢 先来看一下这个球 这个球应该是拨到中间 雷纳迪尿 还没有丢 还有机会 调整离步 张成龙做得起来 打到放着人的身上 就是啊 这个边路传终 也不能让他自己轻易的起来 嗯 这球应该是田中过来的一个选方 毕竟我们进去内有肖制这样的高点 对 不利啊 其实也并非是完全只走地面的 所以他们在两个四十五度传终的 这种投球的攻击方式也蛮多的 对 可能他们的每场比赛 这种的方式使用的四十多 但不是说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对 也是边中结合啊 对 当然了 今天呢 整个上半场呢 这个肖制这边呢 呃 面对帕莱塔 包括这个里昂这边呢 呃 没有什么太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看一下这个反击 哎呦 这个长距离人出速过 呃 这个速度也是快可以啊 真的是快如闪电啊 球权还是在江苏宁一购这一边 就没有丢 大方位另一个转移 到八街 停下来到军之内 到八街啊起来 中间投球 哦 还有 再重新了 战场比赛四十八分钟 江苏宁一购是最多长 帅线领先请求的是当红大纸巾 黄子昌 黄子昌啊 啊 这个球也是啊 嗯 首先第一点呢 我觉得呢 首先这个转移相当的到位 没错啊 再加上这叫传中 呃 首先我们说是特希拉一个 想做一个人球分波的快速突破 对 虽然说没有成功 但是球权还在 这叫转移很漂亮 没错 把这些停下来之后 也不贪功 右脚直接端 虽然说黄子昌的这个身高不高 但是他那个点啊 掉得很舒服 没错 第一下这个 应该说特希拉第一下这个投球也是 顶的这个很难受啊 嗯 他顶的这个程远磊的反向 程远磊正好在移动过程当中 所以说呢 他对这个球的控制呢 呃 做的不是说特别的到位 不舒服 另外是一个弹地 对 我说对于车远磊来讲 他这种弹地球的确铺出来的 呃 已经能铺到了 但是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改变 我说铺出底线的方向 没错 黄子昌 我刚说了啊 前天 21岁的生日 哎 今天终于是迎来了自己中超联赛 第二例进球 也是为自己奉献了一个迟到的胜利 前面也说到了 这个应该说是 呃 这个赛季最大的发现 没错 关照比赛的同时呢 还是要提醒您 中超赛数 由小黑鱼APP 独家冠名播出 先消费 后付款 无卡消费 就用小黑鱼 呃 的确如此啊 我们说 占据上边场比赛可能场面优势的一方 反而是先落后了 哎 啊 其实这个有控球率啊 嗯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说是就一定能赢球 哎 这个已经是在很多个这种欧冠级别的比赛来去证明了啊 控球率并非是赢球的呃 我们说唯一的必要条件啊 对 把球坐回来 嗯 苏尼古这边 防守的这个三条线的距离退得很深是 包括两个前锋啊 哎 就今天特希拉跟拔机其实承担了很重的防守的任务 对 这就卢林刚才传的并不好 斯科维奇呢 稍微显得坐在这个自己的地补席上有点着急 上场比赛就一直在聊到啊 从2013赛季的次军团交手开始 福利最近九次面对 苏尼一购都是能够拿到一个不败的成绩 五胜四品 对 苏尼一购即使在各场面对 或者说在13年第二军团开始到现在 面对福利的成绩一直不是很好 没错 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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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两个人在拼速度 旁边我们说速度也不慢 对 这球还是先清理干净的 下面比赛我们看 吉祥跟黄子昌两个人是做了一个对边的调整 吉祥是去到左边喽 黄子昌是来到了右边的边前面 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见的 这样子的换边其实呢 可能在上半场呢 在这个边路不是很顺 我换条边试试 可以拿迪尿 杨老天 接下来球制进来 再推 还是找特希拉 但这种球我们说 对方不利地整个两个防守 关门刚才做得不错 但球权还是被特希拉抢回来了 对 给到外围 不吸 左脚再拨到边路 还是找特希拉 这应该是极强 六脚传到近期内 先停好 天忠再起来 哎 这个球没有吃到部位 对 我们说这种球呢 的确是对于风险球员 要求比较高 对 有点难度 就是重心还没有调整好 已经要把这门打出去了 对 而且这个球一落下来 又是直上直下的这么一个球 没错啊 对 这个球队装进门 好 好 关键 底下 金子 4 对 好 中心 都 放在一场 倍速 就是 是真快 对 刚才其实是复利的一个非常好的反击的机会 但是 只是往中间横传了两下 几乎就是六到七人的防守线已经累完了 没错 看看外卫这小的远车 哎 打高了 哎 那林尼奥也好啊 扎哈维也好 卢林也好 其实 加上五所都有外卫远车的能力 对 这球还是没有完全能够压下来 确实啊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 孙金一购今天这边啊 在对这个 对方持球队员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呢 拿球以后 持球队员的压力 做的给的很到位 这个之后呢 全线回收 没错 三条线的距离也是保持的非常不错 所以说呢 今天呢 这个广州复利这边呢 在他熟悉的这种阵地战进攻当中呢 打得不是很舒服 打得不舒服 就是打着打着发现 好像找不到特别明确的攻击点 哎 因为确实人多 看一看这个斯帅的一个调整啊 其实上一场的比赛同样也是 打亚太亚的比赛 在一些调整当中做得很好 销制的这种登场 但今天销制已经是上来了 对不起方面 我们说也有像金采峰啊 陈志钊 长飞亚这样的球员 不管是在边路 封线以及中场 都有调整的空间 给到五所 这是我们看 我们从镜头中可以看啊 苏宁一哥这边 三条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两名前锋啊 其实都在参与防守 没错啊 来看看准备路起全球质量 还是被黄紫昌 应该是先挡出去了 思想比较统一 队员之间思想比较统一 并没有说是一个抢上去了以后 后面人拖在后面 对 就是基本上都是退回来 大家一起抢 就防守当中的这种 无球跑动的 应该是互相的 先接很到位 没错 这种球对于不超来说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啊 是 传终的是江激宏 对于富丽来讲的话呢 就是在上一个主场的比赛 输给上海上岗 也是丢了自己此前啊 连续十个主场的比赛 不败的金针 他们此前十个主场 各项比赛 应该是九胜一瓶 主场的战斗力 非常的强 没错 这场比赛呢 可以说是 双方打了一个 大开大合式的一个对攻战 当然了 这个我们前面说到 这个福利亚快 这个手转弓快 那现在呢 上岗他比他做的还要快 所以说呢 这场比赛 也是输在了筷子上 黄正宇 先把球解为干净 黄自昌 不是啊 一名21岁的小将 嗯 本身在拿球 还是黄自昌 嗯 这个进完球之后感觉 我说小 不得的确也应该算是年轻球员 对 自行星应该还是 有所增加的 背身就拿球 护球啊 好像想是在这种 脚棋区方面啊 争取拿到一个脚球 但是特希拉是完成了 这个工作 没错 张成龙啊 对于苏宁一哥这边来说的话呢 其实 我在这种控球的节奏中呢 我可以把速度放缓 但是在反击的过程中呢 我要加快 嗯 来看看吉祥 可以到门前 地点是乌索控制下来 雷纳迪尼奥 可以扎哈维再回座 不离的反击 这个球丢了 外交备的直传 倒进去内 还是黄子昌 肯定感极强啊 拉过来再进去 哎 这个球 才能失忆是 没有犯规啊 刚才是黄子昌面对黄振宇 一吐二 一吐二 哎 而且 比如说是年轻的攻击手 面对年轻的中欧位 对 让我们看一看 一会儿有没有这种犯规的一些嫌疑 但是从感觉来看的话 我觉得黄子昌这个球 人群送过过来之后啊 正常人群应该是能够走进来的 没错 应该往里挤进来的啊 大卫再给 给到无锁 再敲 啊 这球敲得不好啊 这个球打得有点反锁了啊 是的 实际可以再简化一些 特希拉 续续的摆脱 好球 哦哦哦哦 还想再过啊 那确实个人能力非常强啊 嗯 吹了无锁的犯规啊 呦 呦 我们看看啊 这应该是看VA2了 是迎口 呃 是看在看哪个球 嗯 应该是看刚才摔倒那一下 就是我们说黄启昌面对黄振宇那一下啊 哦 在看这个球 对 好 那这一下会不会给点球呢 看看拳号的一个 最终的判法啊 哦 给他点球 哇 最后还是吹罚了点球 进区内的确是有负力的拳放归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一扣 然后呢 嗯 哦 这球过去其实黄振宇的确是带的很紧张 虽然说动作幅度不大 他们说就这一下动作幅度的确不大 但是有刮刺 你看 哇 确实啊 有有有有对 有有踢到脚 有踢到脚 而确实没问题 哈哈哈哈 所以KV奇 斯帅觉得不太可思议啊 哎 这个时候啊 福利的队员也是 回上了主菜派 嗯 哎 这个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VR现在这个 嗯 让我们会觉得这样哎 比赛突然间断了 而且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比赛的确是已经走了可能有30秒到一分钟了 哎 财富人突然间是一些重大的这种事件吹过了哎 或者说一些在无球状态下的一些有这种我们说放轨 尤其是进区内的这种放轨我们说非常敏感哎 确实进区内的倒地非常敏感 当然了 不过从刚才这个曼金虹中华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有踢脚是一个反轨 是的啊 这样的话 陈越雷啊 今天这个比赛刚才还在聊呢 上场的比赛 拼出两个点球 今天看看面对特希拉的点球特希拉助跑推 哦 好球球进了 这样的话特希拉打进了本赛季的第五例冲突进球 将速从那一够客场2比0领先于广州速率 这个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到现在啊 黄紫长一例进球 又造点 是表现非常出色 当然了前面这个球呢也是特希拉的一个投球制造了个给他一个机会 现在还有在给特希拉造一个机会 这一抹一扣的确是 的确黄仲宇这脚一抬啊还是踢到了黄紫长 对 但是球呢是从他两腿中间过去的 打的也是非常的刁啊 其实成为了也是判断队的方向 对 但我们说以角度取胜 没错 特希拉这个球呢 我们看到其实他并不是说是打的球速非常的快 嗯 当然了他选择的角度非常的刁 是 那的话黄仲宇被拿下来了很可能复利这边要改到一个四后卫体系 呃 换上常克亚 加枪进步 我们看的确是在中复卫的层面啊 少一人这样的话乌索啊跟卢林啊很可能在呃 回来拿球的次数以及深度啊越来越多啊 没错 给到卢林 张金红再推到右边路 无锁 再推直线 背身的拿球 来看看这一次边路的一对一再回坐回来打的很耐心 无锁 给到雷纳迪迪迪奥好的转身过来雷纳迪迪迪奥 嗯 想强行的把球拨出去啊 先强把球抢回来扎哈维 往中间来发展扣一步 还在进去先做摆脱 还有机会刚刚外围右脚打门 照球呢 躺表基本上是一个原地的发力啊 他呢不是从后向前是从右向左的移动当中完成一脚外围远撤 所以说可能对于整个吃球点啊 你看这种要求就判断需要很精确啊 对 对吧 而且在这个位置上用右脚射门啊 除非打外脚背出来 是的 笨的就是一个外脚背的线 对有让球有一个红线 不然的话呢 这个球呢 这个应该说右脚射这个角度难度还是挺大的 没错 这条球应该还是打偏了 伊藤 对吧 周云啊 这位球赤进来 二比另一先啊 的确是对于苏宁哥来讲的话呢 可以把更多的这种比赛呢 以一个偏慢速的状态进行 对 福利这边呢 他们的球员的心态一定会很着急 刚才那个换人的调整也能感到 就是下 后防球员上风险 没错 再坐回来 有想法 再传到进去再打 啊 球 进了吗 哦 差一点点 打到边网上啊 哇 从刚才我们的镜头里看到这个球网动了一下啊 是啊 啊 好像觉得球又进了 他吉祥是从边路插到中间啊 形成了一个包抄的二点 我们看这个球是来源于呃 特希拉跟巴基耶之间的配合 没错 之后再给到点有点附近的吉祥 有一点点我们说倒地啊 凌空过射的感觉 然后再进去 称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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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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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帅在场边呼喊自己的队友 虽然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但我相信他的球员一定平时在比赛以及训练 没少听自己的教练在场边的一些临场的 这种应验的指示 估计也应该理解的差不多了 对 对到左边路 菲娜迪妞 汤晨龙 唐飞 没什么好机会啊 只能是回坐 卢林 确实啊 这个防守人数确实比较多 倒过去倒过来 但是呢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往里走 那这个呢 也是今天苏宁以够这边防守做的到位的地方 是的 就是今天两个边路 我们看啊 好的 看看这一次有没有机会 左脚传起来 打到一个外围的线路 一点也是被吉祥碰到了 二点还有 扎哈维传起来机会 这球 谁好像觉得是没有犯规的啊 应该是让肖智赶紧站起来 这一下呢 应该说看的还是比较清楚 嗯 哈哈哈 福利的队员教练这边都在提示 你才判 判VR 当然我们看神桃这个 手指挤胸口 这意思 其实这一次整个的动力 已经是在我整个的判罚的掌控当中 不需要VR的支持来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到这个整个发展的过程 其实有身体接触 但是这个身体接触 说实话啊 不至于摔成这个样子啊 稍微有一些牵挡 稍微的有些牵挡 的确是有身体接触 但是 这个摔倒并非是绝对是一个犯规的状态上的摔倒 就是可能呢 身体有接触 但是呢 这个力量 给到的这个力量的这个程度啊 就是不至于就是往前会摔这么远 嗯 因为裁判这边的位置应该说是也不错 所以说看的还是比较清楚 主要还是位置 他应该是目睹了整个的摔倒的全过程 谁让把球抢下来 这也是一波福利的进攻的机会 但是下面的比赛啊 感觉 哦 嗯 啊 这下上规了 上规了啊 努力 哈哈 杨小天啊 这吉祥也是赶紧过来给谁 好 压力啊 我们看一下 特歇拉一领一波啊 哦 其实第二下好像有一个 主要看第二下 哎 第一下 第一下的话 他对 第一下呢 感觉是 应该是想封堵特歇拉这个代球的路线 但是呢 特歇拉当变了方向以后呢 第二下感觉好像还有一个踢后脚跟的这么一个动作 是 所以刚才杨小天呢 应该是在 给裁判示意这个球 这个动作 好的 雷达尔迪尼奥 一对一 没有什么好机会啊 给到扎哈维领一步 传给乌索 乌索还是能够把球停下来的 庞秒 直接又传中了 还是找萧之 第一点是拍塔的控制 但是解围的不够远 但是解围的不够远 换个之交 右脚还是把球能够拨出边线外 确实啊 人数防守的人数非常的多 所以说福利呢 现在呢可能三条线整个已经压过这个自己的半场了 是 我们看现在其实从江苏宁一够的这个防守阵型来看的话 可以有点像是一个6-2-2 对 是吧 对 就是贴西拉跟瓦基这两条线是最靠前的 中间是田一农跟无锡 现在我们黄子昌啊 以及吉祥都是偏向两个边后位 没错 本身的边后位呢 往中间来收啊 处在内部的这种边中位的一个角色 没错 那么江苏宿宁一够这边呢 也不是说很着急 你来攻吧 反正我就守着 还没有问题 那有机会我就打你反击 看一看这个一方呢是需要破密集防守啊 一方还需要我们说一个进球来去锁定胜局 差不多就得了远射 很突然 没错 当我们说整个的攻坚战打不开局面的时候 黄罗福利这边的一些个人能力需要展现 对 加哈维雷纳定要无锁 第一个要增加远射 还有一个就要增加突破 但今天感觉富利的几脚远射啊 都稍微的高了点 对 其实这个呢也是防守队员还是给他的一定的压力以后啊 因为不让你打的舒服 或者说呢不让他打的更近 对 需要我们说这种发力 对 增加球的力量 增加进球的可能性 无锁 mbre大抵律 这球当初能推的有问题啊 还好这台团伴 这铀划是抢回来了 田农 田农应该是吃到一张黄牌 田农最早是出道于辽族 后来也去到了延边 当然说主要还是在延边福德啊 打了一个赛季的主力 跟持中国的这种后妖的搭档 其实在很多的比赛表现还是不错的 当然他来到张库宁一钩之后啊 其实踢球的方式还是有变化的 我这波进攻 把鸡也把球拿下来 这刀特强了 这给右边路的周云 王子昌 自己往底线走 哦 还能起来 这一下没有吹 没有出键啊 给到无锁 福利这边也确实啊 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啊 赶船 哎 对吧 不轻易的去开大脚 对 还是通过自己娴熟的这种个人技术 以及团队的传球能力 我说在这种边路一些狭小地带做一些文章 没错 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刚才江苏宁一钩我这波的 就在这个区域的反强很到位 最后还是把这球挡住了啊 啊这个就是对这个持球人的第一个压迫 嗯 当第一压迫没有 当第一压迫没有 让手倒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 全体队员迅速的扣上 对 看连大厅要 刚才边路的根突破很漂亮 面对两人的包装 嗯 这个包装呢 应该是做得很不错啊 先去爬了他 好 最终还是吹了防守犯规 嗯 身影好 这样的话 伯利拿到了一个 偏左偏近去外一点的任意度的机会 这个位置应该说 还是不错的一个位置啊 可是有身体接触 对 可能裁判呢 对于呃 防守队员呢 他认为有阻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手上的动作催的还是很严格的啊 来看一看 这球开进来到后点机会 哦 哇 这一下没有能够投球顶上啊 镜头给到扎哈维 另外后点机是刚才 巫索也是包抄到位了 卢林这小球应该说分的不错啊 对 这球点阀的非常准确 而且门将没有办法出来 很可惜啊 富利这一波任意球的机会没有能够把握住 他就敲回来 哎 看看反击的速度 找特希拉停下来 几个人的老铺 还有 再给门前 哇 崇月磊的脸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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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啊 没错 但我们说这第一扑就很神奇 第二扑能够把球扑住 也很难得 对 对吧 就是没有给孙宁易购一个脚球 没错 特希拉呀 这哥能力还是强 对 这种长船停下来就是向前走很很轻 而且这一下呢 他做的最好的一点 是连停带过 是的 他其实用胸停这一下呢 他其实已经选择方向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听完以后马上就可以行空单刀 对 就是说在停球的过程之前 他其实是在观察你后尾的位置 包括你即将跑动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就已经想好 接下来一步我该干嘛 没错 哎呦 这一下子是重装了 是 不超了出街啊 哎 在空中方面应该是有一个 碰撞 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 小智呢 其实也是在一个我们说 争想头球当中 他也没有看到身后啊 不超出了 哎 这个球呢 跟门将争呢 其实是正常的 哎 哎 但是呢 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 停点笑 哎呦 我被拨的想法也很好 在停的之前啊 他其实已经在观察后卫的这个 你跑动的路线 嗯 哎 我连停带过 我就第二下 我直接可以射门了 是 这球应该是吉祥给 这下拉传的 啊 还好这球 程月蕾呢 出击的速度也是比较快 是 我身体 去打了这个球 实际上今天这两个丢球啊 点球就不说了 我觉得程月蕾没有扑出来呢 他也 没什么办法 点球的时候 我们说的确不可能说连续能扑出来 对对吧 都已经连续扑出两个了 第一个进球 其实程月蕾也是扑了一下 但是今天的上场比赛的一次出击 以及刚才这次的两扑 状态还是不错 没错 嗯 其实这几个赛季呢 程月蕾应该说是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 哎 而且经常能贡献一些神扑啊 对 当然我说这个赛季呢 对于 互联来讲 我们遭遇到一些大比赛出击 其实这个跟他们的这种控制的打反 是有关系的 是的 一旦就是说我攻出去了以后 我势必后防线流出来的空档 就会很多 是的 天忠 那就为一波啊 球还是被 方成龙 应该是挡出去了 哎 又是黄子昌 是 黄子昌现在 随着这个比赛慢慢打的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 年轻学员 我觉得心态层面的成长很快 对 就是你会发现不是那种愣头青的感觉 自信心也足了很多啊 哎 在底线也会形成一些个人的一些突破 对 而且感觉把球能拿下来 对 有些年轻学员 咱们说是以冲劲 但是有些学员 其实是缺乏一些节奏变化 就该快则快 对 也可以慢下去 没错 动静结合呢 我觉得是不少的那种方式 都省起呢 一直都是快 你的确 我们说有些年轻学员很优秀 一直快 你的这种爆发力速度 那我觉得是吃青春饭 你需要有些调整 无锁 的 对 对 我看到 你看 我 这个球 来 哈雷卡的传球失误 就地反响之后 传中到禁区里 我们说刚才这个镜头 雷达尔迪尼奥一传 传给扎哈维的时候 是 可以说是苏尼谷的队员 可以说是有两个人迅速地靠近 就是这种 你说一看对方封线核心拳 拿球之后的一种饥饿感 爆发出来了 确实 但是阿维那个球其实挺有自己的问题 领的太大了 对 看看雷达尼尼奥的一个脚球前点 迪到外面之后还有机会 哎呦 回家这个解围啊 提斯了啊 同伴是补上一脚 呼吸 啊 反击又来了 二打四的局面就丢了啊 中和场的球员把球拿回来之后 看看这几波的突进呢 有点感觉到苏尼奥的球员体能层面也有下降 没错 确实啊 一直处于防守状态呢 其实对体能消耗是很大的 嗯 特歇拉这边是倒在球场上 我们看一下啊 卢林这球抢了没什么问题 对 就是抢完之后呢 有一个自然的跟特歇拉的实体对抗 哎 两人撞到了一起 对 可能卢林这一下呢 那 呃 膝盖的部位是不是撞到了特歇拉这个大嘴的部位 嗯 那应该问题不大 是 这球也确实不是傍规啊 卢林的一个好抢 卢林啊 下了一个中位之后 卢林其实在中场承担的责任需要更多 攻守有一种转换的接应 甚至防守对方反击的低一点的发起 张哈维 又出现失误 跟上第一名 确实今天 广东富力在这个中场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跟防守给压力其实有一定关系 如果不给压力 让你随便拿球随便过的话 那我相信肯定都拿得好 对 而且 张哲你发现的 就的确我觉得对于扎哈维拿球的那一下 防守球员是做针对性不准 没错 今天去扎哈维我觉得整个踢的吧 不是说他踢的不好 但是踢的不舒服 第一个这个防守人员确实是比较多 也比较密集 对 今天其实感觉到东京购这边 给对方的雷娅 平常起屋所的空间道还是蛮大的 但是张哈维这一点就没防 对 因为他们这两个人防守的时候 这个进攻的时候回撤拿球的比较深 那今天对于苏尼伊购来说的话 他们其实防守三条线退的也是比较深 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于乌索也好 对于雷娜尔丁尼尔也好 他们两个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没错 来看看外围有机会雷娜丁尼尔 调整一步 左脚又尝试以外围的打门还是被挡回来了 今天已经在外围尝试了有多小射门了 最终的一个射门的质量啊 都不算特别理想 没错 就像才同样扭到一 Bezuge Böyle 一头 川哈伟 翘到右边路 躺 cott秒 右脚起来 第一点的争夺啊 还是 无气投球解围出去 来看看雷达尔迪尼奥的角球啊 还是前点 其实此前尝试过前点的一个主阀的线路 效果不好啊 对 就是可以尝试一下变换一下啊 是的 这边又是卢林啊 断一下特希拉的反击一球 一层再给道路里 不锁 82分钟了 扎哈尾 而拿球失误了 嗯 球丢了啊 球转弓 拔击 再推 黄思昌 好球啊 这球看看周云 又边路的向前的控装非常的大 很开阔 但是不着急 对 这个时候其实快速进攻没有的话 这个时候就把节奏索性放慢一些 嗯 我们看黄思昌啊 先不要丢球 刚才是主动先要周云的这个 我们说脚下沉地 对 如果说呢 感觉你处理起来不舒服的话呢 我来处理 对 最终看看球权有没有丢 哦 黄思昌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是啊 小家伙今天的确挺拼的啊 对 怎么说我们看跑动的距离啊 将近有 怎么说一万左右 当然这个给到的应该是说 对 刚才福利整个的一个跑动的线路啊 整个的一个跑动的距离 挺有的车站加一块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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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看这个在前四轮中涛的联赛啊 张福明到这边跑动距离最远的还是吉祥啊 吉祥的跑动距离永远是最长的 啊 嗯 嗯 说到这个黄索昌啊 抽筋的情况 其实对于双方来讲的话呢 123的球员目前来看还是上的不够 两支球队的首发仅仅都是有一名球员 应该在这个后面还是会进行调整 大概那个时间点吧 已经84分钟了 旁边要过掉一名发射球员之后再敲边落 连续的调整给到门前 一点应该是两个结尾 雷鸟 这是他的剑车 非常善于钻营 今天的话 脚外围的远处尝试的脚感不好 无所 再给到扎哈维领一步做撞成的配合 又出现了失误 今天感觉下面的比赛心态从里面调也不好 很着急 丢完球以后想尽快的扳平打回来 越着急越出现失误 就是动作经常不准确 对吧 出球的一个分量线路停球的感觉也不好 对 对 对 再给陆离 再给陆离 陆离 不锁 拽到另外的一边 好 这个球 好 他胃 不 这个球 对 这个球 放 这个球 打 那个球 两名U23的球员 王兴以及陈亚俊 都是替补上来 一次换两人 34号是王兴 陈亚俊更年轻 这个赛季应该是第一次的中超登场 今年才刚刚18岁 要下卢林 小致也下了 陈亚俊换卢林 另外肖致下上王兴 王兴今年是20岁 他们此前一度是去到过丹麦的这一赛 有过赛季洋的经历 他在扎哈维六球 其实给超级亚给了红桃 非常隐蔽 就是他打门 稍微的高出 可能也就半米距离 甚至都不到半米 对 这个球如果说击中门框的话 很危险 同样我们说上的王兴 也是他的中超的第一次登场 你看这边 江苏宁一够呢 也要上 上张小冰 先换一个U23下来 王子昌是被替换下来了 这估计抽筋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坚持 对 这上张小冰是加强 一项看个中路的一个保护 另外还有两个换人名额 今天U23层面呢 有高天翼张明峰 另外门将方面李海涛也散 我感到阿拉罗邮啊 还挺沉得住气的啊 就是2比0这个比分 客场领先已经打到88分钟了 但是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还是先不换 对 直接长传 这是个机会 停到了身后 2秒 给到无锁 陈亚俊 跟到边路 再给到无锁 我们看到福利这边呢 是想尽快地要进攻 但是呢 又没有太好的一个办法 确实 苏宁以后这边呢 三条线 确实退得比较深 都在积极地防守 对 今天我们看一旦是 又被抢了 吉祥的反击 线路很快 速度也不错 但是 后排插上的球员 稍微显得慢了点 接入点少了 吉祥只能是自己一路狂瞄到边路 把那球悬线控制下来 对方是四十人的围墙 看看是不是要换人 已经是89分钟了 关键是再不换 还有没有机会换都不一定了 没错 所以说赶紧得换了 18号的张凌峰要上 另外16号的高天忆要上 这是两个又二三的球员 张凌峰也是江苏州人 这个赛就刚刚回到家乡球队 此前也是一度在葡萄牙的 以及连赛有过刘洋的经历 我们看什么意思 特希拉那意思换的不是我 我不要下 还是换的他 全然好像这黄牌都出到一半了 这样的话特希拉跟张凌峰是一个对位的调整 张凌峰其实最合适的位置是攻击中掌 之前卡比罗的攻击上他打一个偏固 对 换的上 换的三号 张凌峰 哦 护党犯规了 更怪啊 最后的一个换人名字要用出来 不出一半的话应该是高天忆 高天忆上换下三号的田一农 上高天忆下田一农 连赛这个时间没关系 因为最后这几个换人啊 也已经拉扯到了商品古时阶段 对 上高天忆下田一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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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高天忆上田一农 上高天忆 这样的话双方的U23的球员的整个的调整都已经做出来了 先把这个比赛基本上都完成掉 这一招打得太离谱了 太直了 下半场的比赛有5分钟的堵石 中间也有观看VR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抽筋 全抽筋换人 刚才打门的是17号的张晨龙 在中午的早场的两场的中超的比赛 今天从先段还是有精进得比 看了一下另外一场的比分 目前双方是打成1-1 这个比赛应该也算是比赛结束了之后的 alie carve alie alien alie a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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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e alien 他们把球拦下来之后呢继续向前 张晓斌 犯规了啊 王兴啊今年刚刚20岁 就是回到了这个国内的战场 帝都也是去到过丹麦的联赛 不过的确在丹麦联赛很难有机会在一线就出场 看看福利的成长定位球 应该说留给福利的机会也不多了 对啊 已经是来到第三分钟了 来看一看是任意球开进来 帝里还是没有把能够撑到啊 继续一个角球 哦 这边角球快发出来就要起 到后点 当时这个球呢落点太靠近顾超的控制盘之类了啊 不睡的时间也是过去了有三分半 前场也不抢了 这个时候呢 我全都推回去 守住最后的这个一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没错 毕竟我们说是两球领先 对 然后我觉得 遇到球员这种 守住这个环境 过胜比分的信心呢 还是比较有局 对 确实啊 这个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要搬两球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性的 难度很大 所以说呢 应该说江苏苏林一购这边 应该说是今天顺利拿到了三分啊 对 也打破了魔咒 我们说自12年啊 我说富利再次回到中超之后啊 其实 江苏林一购呢 前往广州来面对富利的六场的客场的比赛 三比三四 成绩不好 终于是能够拿到一场比赛的胜利了 没错 而且上个赛季 我们说是被广州富利双杀啊 依次赛季同样如存 这是他们在面对富利之后的完成第一次的复仇 来看看张哈维 还是中路没有机会啊 分到边路 左脚起来 倒进圈里 看看这是个鸡腿啊 哦 帕雷塔 还是没顶到第一点啊 对 五分钟的补食 时间已经到了 陈英豪还是在给到广州富利最后一波进攻的机会 推到左边路 来看一看 哪切 啊 这一下应该要催了 嗯 随着这一次进攻的终结啊 陈英豪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在208赛季中国平台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五轮的比赛当中 广州富利在自己的主场是0比2不敌江苏苏宁一购 奥拉罗雅的球队 他上任之后的第二场的比赛 没错 还是能够取得三分的啊 上来之后的两连胜啊 应该说 江苏宁一购 在换帅之后的这个式 抬的是不错的 没错 今天的这个比赛 小将黄子昌的表现很好 另外呢 特歇拉 福拉基耶 这两名封线的球员 其实给了广州富利整个防线的压力很大 另外就是江苏宁一购今天这个比赛 我觉得防守 从第一分钟到九分钟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没错 而且呢 可以说是整个场上的11个人 每个人都在参与防守 三条线退的距离也是 恰到好处 所以说呢 我觉得